請要崑玉 可是郭台銘如果把連署當做政治造勢 第四組的連署造勢目的是要逼宮侯友宜呢 他不會那麼快 那第一個剛才任君有講 那法令問題 我們搞過連署 你搞過兩次 中選會會怎麼搞你 那你現在去中選會網站上面去當 登錄那個連署書 對你以為就是那樣子 你以為是這個範本 沒有 我告訴你 然後他到了那個開放前兩天 他就把那個格子移兩格 然後移三格 那你就要重啟了嗎 你前面連署通通都沒有用 他就確定你 只有在他宣布 你可以連署的45天之內 才能動作 所以郭台銘可以準備 可以宣傳 但是他絕對不會現在開動 所以呢 郭台銘合理的操作是什麼 郭台銘合理的操作 是他第一個階段到七月二十三 或是七月底 他最好最大的利益 還是回國民黨 用代表國民黨的方式參選 通常這種操作 只要國民黨裡面要操作一個東西 一直到基層 或是有一個政黨的操作 大概要兩禮拜 也就是說七月初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算 大概十到十五天 是關鍵期 所以預謀政變的話 至少要提早兩週作業 好那要政變要從哪裡發動 中常會 黨主席 那個都可以 還有一個最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個所有的黨代表 不要去開全代會 因為那個國民黨的規矩是 你全代會你去簽了名 他就算數了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 你都不去簽名 過半不去簽名 大多數不去簽名 讓他留會 那留會他是數年嗎 那就要想辦法了 大家再來喬 那怎麼樣才能把黨代表 叫來開會 如果他能操作到這一步 那就厲害了 那不一定 操作期可能是在七月一號 到以後啦 大概七月五號左右 大概到二十二十三號嘛 差不多是這些 這些時 這一段時間操作 在這個之前 也從現在開始算 往後大概十五天 侯友宜如果不能 在這十五天中間起死回生 或石破天津 那個到了七月初 然後那個所有的運 政治運作就會開始了 因為大家都受不了 不管他是從上面發動 還從下面發動 那結果都一樣 也就是說侯友宜呢 現在的狀況是 照現在的狀況 我們大家其實 這幾天都在看 都在等昨天 昨天是他最後一次的 補考機會 他就補考沒有過 就三休不過了 那昨天那個狀況 就當中大家會掉眼淚啊 你已經是補考了 你有前一次經驗 然後又有惡補了 然後結果你上去還可以講了 李依賴啦 然後把那個還有陳以信翻譯 那個沒有沒有那個陳以信那個 那個已經叫AI翻譯機 已經不是準普通翻譯機了 而且陳以信是中文翻譯中文 對對對 你如果是來一個日文訪客 英文訪客 你有這個英翻中日翻中的需求 我還勉強可以理解 我活到現在覺得中文跟中文的直接溝通 還要替透過另外一個中文翻譯 我實在是看了一眨眼 你去把那個侯友宜那一段 他演講的那個部分來看 PowerPoint也在上面 前面應該是惡補過了 也練習過了 可是他從頭到尾講的東西的時候 他都講了李依賴啦 他只能夠講一些名詞 把這個名詞跟那個名詞對起來 什麼全球化40 什麼40年全球化 全球化40年應該講經濟啊 不對 他又講到拉到別的地方去 全部都兜在一起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虛骨受捕 他的腸胃不能消化 你餵他吃燕窩 他還是把他當作金針菇明天見 那個我跟你講 他那個狀況是很很難救 沒有辦法神仙難救無命人那種 所以他說 我問你很難救的 現在的醫學主流趨勢 都是放在安寧病房 對對對 那安寧病房 通常都是讓他好好安寧 可是國民黨現在 一大堆政治能量 覺得不安寧的是小雞 因為很擔心母雞安寧走的小雞 也要一起安寧 他就是不進去嘛 所以他打死不退嘛 我有一個夢嘛 可是對別人來說那是噩夢 那小雞快崩潰了 事情是什麼 現在國民黨的小雞 已經快坐不住了 現在是母雞 不但是救不起來 病雞著迷 那也就算 他不是他現在是墜雞狀態 那他要砸死多少隻小雞 不知道 所以小雞拼命跑 除了跟我們之前大家講說 那小雞不得不認押做母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是說怎麼樣 他就他就是變成說 那這個去尋找其他的雞舍去躲 然後柯P也很賊 他現在也沒有說要你什麼 大家也不用過度衍生 柯P不會讓國民黨這些小雞 過來掛民眾黨 那太麻煩了 他最大的利益就是以領養代替購買 那我不要你掛牌 但是我認你 然後認你 然後我支援你 然後你到時候來支持我 我們把它結成一掛 這樣才能把國民黨從內部分裂啊 那這是最好的 最賊的一套做法 那所以侯友宜本身現在的硬傷 造成了所有這種政治上面的一個弱勢 那國民黨在這邊雞飛狗跳的時候 然後柯文就在後面那個施展悉心大法 把你所有東西通通都吸乾 他沒有要跟你談 這才是國民黨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昨天李德維跟那個尤淑衛在吵架的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笑 那說這個是飼料機在咬放山 在罵放山機 那他根本就不知道放山機的痛苦 那你自己一個部分區 李德維從來沒有在區域裡有選舉過的 對你有本事你就自己下來選 你不要坐在旁邊說風涼話 對你在那邊講說什麼 什麼我要黨機處分要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個考紀委會 考紀委會現在外號就叫考紀委委員 你懂意思嗎 他只能夠做一做形式上的東西 那希望你對這來咬放明 你不跟我們一起 你不跟他在旁邊說